2024年大家持續聚焦在AI AI概念股 還有沒有一些漏網之餘 坤仁告訴我說可以鎖定在工業電腦 但工業電腦算AI概念股嗎 坤仁我們要請您上台來 不過解AI的漏網之餘之際 今天有個最新消息 我們請坤仁專家來問一下 今天有個最新消息 這是金管會副主委跟大家講說 明年第一季奇交所 很有可能把台積電期貨納入到夜盤 目前我們觀察台積電開盤之前 很重要的指標是ADR 但以後如果期貨納入到夜盤 台積電會引發什麼樣的新氣象 好確實 因為其實今天才剛出來這個最新的新聞 我們幫大家做一個解析 因為如果就過往的話 台積電在下午盤夜盤期貨是不能交易的 那但是可能大家可以想說 可能從ADR那邊去做價格的發現 比方說他如果有一些重大法說 或像是營收 甚至像是一些半導體相關重要事件 他們會從ADR那邊去做反應 但是反應就是反應而已 他沒有辦法去做交易 可是如果我們金管會 或者我們奇交所規劃在明年第一季 去掛牌台積電的股票期貨的夜盤 跟小型台積電的夜盤的話 我覺得會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未來我們會有價格發現的功能 或者就所謂的避險的功能 或者原本在上午不能調整部位的人 會在下午盤夜盤的時候去做一個調整 所以未來的台積電的期貨 我相信它會是一個熱絡的期貨 尤其是在營收公告的時候 或者在法說公告的時候 甚或是像一些重大事件的時候 那會帶來一些比較屬於新的活絡的氣象 甚至還有一些對隔天早上台股的影響 我覺得還會有的 好 進入大主題了 AI概念股的漏網之一 為什麼說是工業電腦 好 因為其實工業電腦的話 我覺得可能大家會想說 好 這好像是蠻陌生一個產業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我們先講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工業電腦的 我們的產業現況 其實發展我覺得蠻健全的 因為大家能夠想得到 像是博弈機台啦 Post機啦 甚至像是國防啦 強固型啦 能夠想得到的一些非消費端的電腦 我覺得我們自己的台灣台廠的部分 算是發展蠻好的 可是他們苦在哪裡呢 因為我們先從2022年開始講起 因為那個時間點的話 其實大家都在搶晶片 那2022年的時候 原本一個大蓬勃發展的晶片 AI系的時代 結果呢 他們竟然搶不贏這些消費端的電子 那好不容易等到那個消費端的需求 放緩是在2022年底的時候的話 那我們相關的國內的 相關的工業電腦產業的話 總算缺料緩解了 總算他們那些積壓訂單 可以順利出貨了 總算他們的營收 可以創下最近這三年的新高了 可是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因為其實那已經是一個所謂的景氣 高檔到衰退的那個時間點開始了 所以當工業電腦拿到 拿到晶片拿到訂單的時候 那反而會變成是一個需求 剛才是翻轉的時候 這就是他們現在目前比較大的困境的地方 那好不容易在第一季的時候 就是今年的第一季的時候啊 大概就持續消化過去積壓訂單 結果這邊真的是帶來他們的一個 營收從最高開始去做下滑的 這樣一個過程 甚至像是在第二季的 就下半年的時候 相關的訂單的進度 就變得比較疲弱了 所以通常他們拿到一些大的訂單 甚或像是營收爆衝的時候 就有可能是高檔要反轉向下的時間點 那好不容易就是相關的營收衰退到一個邊緣 甚至大家會發現說 有一些股價已經在打底了 然後已經在落底了 已經雖然營收衰退 但是他們股價已經不跌了 所以這樣情境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會帶來一些相關的契機 因為AI相關的個股的話 族群該炒都炒過一遍了 AI手機 AIPC AI伺服器 大家都已經輪過一輪了 那我相信有機會會輪到工業電腦的部分 那因為從明年的上半年開始的話 他們正式導入AI 然後呢我們會看待樂觀可以看待 他們明年的營收 可以恢復到成長的動能 甚或是我們剛剛我們講到的 其實我們國內在兩大工業電腦的大廠 包含像是化漢包含像是炎華 他們的十一月份的營收 因為目前化漢的營收是一百一十一億 那月增快十Percent 然後呢年增的話是零點四三Percent 那年增我剛剛前面講到的 因為去年真的太好了 所以他好不容易恢復到年增 同時間他也恢復到今年的新高 算是同期的新高 所以真的帶來一些落地的跡象 那炎華的話也類似 因為他好不容易在十一月份的營收轉為月增 當然年增還比去年更差 因為去年真的太棒 可是至少他也帶來了下半年的 新高跟同期的次高 說到了炎華 我要挑戰一下 人家炎華自己都說我不是AI 為什麼你還要說他是AI 好的 這個話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到底工業電腦他是不是AI 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就我們自己台廠的工業電腦的發展的話 過去的他是從硬體開始 然後一直到了軟硬體的結合 然後到了最新最新的話 他是軟硬體解決方案加上雲端 那雲端就有人想說是不是AI 是不是等一下說 來那個他的另外一個成長動能的話 其實如果看明年包含像是ALT 人工智慧物聯網 人工AI智慧物聯網 然後另外的話邊緣運算的自動化 甚至像是強固型的電腦 都很有機會變成是明年成長動能 那回來到剛祝華的問題說 炎華到底是不是他在八月份的法說會 自己講說我不是喔 不要把我說是AI的相關概念股 那那時候的話我覺得有一個想法是說 因為八月份那時候其實大家熱炒了 那會不會是在那個時間點 那公司為了要保護投資人 他說我們不是不是 因為如果真的那時候 大家瘋狂去做追價的話 恐怕會追在八月份 也就是今年的最高點 所以他說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再去看一下他的官網 其實他官網蠻完整的耶 因為他的官網 他的一戰式AI的解決方案 其實都講得蠻清楚的 包含像是智慧製造啦 像智慧機器人啦 甚或像是安全監控智慧交通跟智慧農漁業 都在他們的網站上面 都有明確的去做一個公告 所以他的官網就說 他是一戰式AI的解決方案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去看一下 那當然如果我在想這件事情的話 他不能說他錯 但是我相信他們未來的AI 是會去發展的 因為目前真的遇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包含像是工業電腦也好 包含了各個相關AI的產業都好 都在摸索 因為這個時間點的話 到底要如何使用他們之前收集到的數據 或者就所謂的高端運用的話 能不能在這時間點去做一個應用 或者還是需要一些時間去做發酵 所以我說工業電腦 他的AI的夢 或者AI的發展會是在明年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話是化漢 那化漢的話其實前一陣子 他突然變標股 原因是因為Google入主他的4.6%的股權 讓他在短時間突然變標股 那當然因為化漢 他真的工業電腦這一塊 跟他的母公司是鴻海的部分 真的密切的結合 所以如果有一些國際大廠 需要鴻海提供的工業電腦的相關的服務的話 我相信會找化漢 所以Google應該是看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也去入股他的股權 那化漢他們也說到了 他們在未來有四大轉型 包含像是數位的部分 包含像是綠色 還有資安跟AI 所以兩大國內的大廠 包含研華 包含像是化漢 他們都還是有講到AI的發展 所以我相信接下來 如果在大家都想到說 到底還有哪一些是AI 然後到底還有哪一些是還沒漲到的 我相信應該有一些資金會找到工業電腦的部分 你剛才也講到華漢 當然Google會入股 當然最主要也跟鴻海有關係 所以到底工業電腦這一場的AI大戰 他們怎麼樣資源整合 這個戰怎麼打呢 確實他們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資源整合 或者像是團體戰的觀念 那我們現在目前國內的大廠的部分的話 可以把它分成三個主要大的區塊 包含像是華碩 以華碩為大股東母公司為主體 還有就是在鴻海的部分 甚至像是台達電的部分 那我們先講一個比較簡單一點好了 台達電的部分的話 它主要還是hold在利端這邊 那它的持股的股權是有18.5%的股權 所以台達電的相關的工業電腦的發展的部分 像服務運用的部分的話 會找給利端 那鴻海的部分的話 它就比較資源比較廣闊一點 它主要是以華碩作為主要的控股 那因為鴻海持有華碩32.4% 那華碩它自己 或者是它自己相關的投資公司的話 持有了像是帆軒41.9% 瑞奇電通的話是27 然後呢原勝這個是新貴 那因為它是純純純的子公司 所以56.7是比較多的 那另外像是盤怡 或者像是金魚的話 都在前一陣子有私募入主 所以他們的股權的話 分別是在16.8到10%左右 所以這是鴻海大集團的工業電腦的布局的方向 那華碩的部分的話 就比較有趣一點點 因為這個箭頭亂七八糟 這裡華碩持有盐華 所以那個13%的大股東 所以華碩是盐華的大股東 那盐華的話 它持有融成電有15.3% 然後另外的話 這邊箭頭來箭頭去的話 是盐洋持有融成電 融成電也持有盐洋 然後呢 那盐洋持有廣基 廣基也持有盐洋 這邊差不多都是接近20左右 20左右 那叫做互相持有 所以他們雖然是以華碩為主體 但是其實廣基自己也是集團 是 廣基自己也有相關的公司們 所以在這樣的情境之下的話 整個大華碩集團 或者他們整個大的工業電腦集團的話 像榮神店它是做強固嘛 然後呢 他盐洋的話主要是做一些工業電腦的板卡 然後呢 廣基的部分的話 它是博弈機台之類的 可是就變成說我需要 我沒有的 你來幫我 我有的 我可以幫你 所以他們的一個大的持股的部分 會讓他們變成是一個集團資源的團體戰 我知道這張要告訴大家說 這個團體戰到底誰的陣容最堅強 但是受惠程度可能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如果就工業電腦的潛力股的部分的話 因為這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去打出他們的K線來說的話 不好意思 都還沒有很明確的發動 比方說 我們先看一下 鹽滑跟華漢 因為這兩家真的是指標的大廠 那目前的狀況的話 如果就鹽滑 他就是一個底部型態 因為他現在目前的情境的話 就像我剛剛前面說 你看這邊就是這樣 沒動 可是好像有想要動 卻還沒想要動的感覺 原因就是因為 他就真的營收這邊才剛開始落底啊 然後呢 甚或是說他可能要到明年的 大概第一季到第二季左右才開始復甦啊 所以他的東風是什麼呢 現在缺一個東風 我覺得有可能會是什麼時間點 有看到實際的營收突然開始成長出來 或者是說有什麼樣的新的訂單 或新的案子去做一個公告 那那就很有可能是鹽滑的 哪一次要去做 往上去做挑戰的一個機會 那目前為止的話 不好意思 他這邊真的叫做等東風 那等東風的情境之下的話 如果真的有拉回月線附近 甚至像是這個景線 大概在三百三到三百五十塊 這附近的話 這邊去做一個低檔的成績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鹽滑他也算是一檔相對穩健 而且他具有殖利率的股票 OK 這是鹽滑 華漢呢 好 那華漢的部分的話 他就比較像是 然後他也是欠東風 不好意思 因為這些股票 他們就是打底部的型態 可是像這種股票就安全啊 因為如果他真的哪一天 因為營收的關係 或者是說 因為他好像過幾天又要開法縮會了 如果他法縮會又跟你講說 我們看到哪一個大陸主了 然後哪一個大國際大廠去做合作了 搞不好他這邊突破頸限 就會展開他的另外一波的攻擊 那還沒突破頸限之前的話 我覺得 花漢也好 或者像是鹽滑也好 他們就會變成是 關於電腦能不能轉強的重要的指標 好 所以精神指標 先看這兩檔的高價股 如果上去的話 怎麼看其他這百元俱樂部 已經一百塊錢的利端 以及一百零七塊錢的神機 好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看到的是 花漢跟 就是花漢煙華跟利端 他們分別都有自己的好爸爸們 那利端的爸爸的話 剛剛前面說到就是台達電 那台達電 持有利端18%的股權 然後呢他主要 我覺得應該是在網通安全的部分 那如果方便的話幫我打一下利端的K線 他最近這幾天突然跌破了月線 不過會發現說 其實他的一個線型 也有點像是打出三重底的感覺 所以這樣情境之下的話 當然轉強點很明確的就是 必須要三重底成型再去做一個突破 可是至少在這邊的部分的話 你知道能夠守著月線 或者說沿著月線慢慢打底 到一百二十塊附近這邊的話 我覺得對他接下來的成長 都是很有機會的 所以剛剛前面的三檔 包含像利端花漢跟研華 都是以一個底部型態 等待轉強的契機來去做看待 OK 怎麼看神機 好 那神機的部分的話 不好意思 這邊又是0051 0056的成分股了 那因為他真的是一檔 就是高股息的成分股 或者說他真的是一檔 穩健的股票 所以目前的狀況的話 他就是投信吧 可以幫我切一下 投信很厲害 外資怎麼賣就賣不下來 對 因為投信在這邊買 那其實剛剛前面 也有專家說到就是他就是 投信在買的過程之中 然後外資硬要倒給你看 對 外資搞不好 真的有一些領先的資訊 我也不知道 反正現在目前的神機 或者是相關的高股息成分股的方式的話 我覺得看法都一樣的 就是不要追 但是呢 如果真的有拉回到月線也好 月線也好 都是一個很棒 可以去做逢低成績的地方 因為投信會幫你保護他 投信會逢低去買他 所以你不用在這邊去做一個過度的追加 可是如果真的有回測月線的時候的話 投信會幫你買 好 今天收是107 月線是104 其實距離也不遠 距離差不多 因為他這幾天才剛生效而已 所以他必須要大幅的買超 那大幅買超的過程中 外資在倒的過程中 讓他們兩個去對尬就好了 是 那我們等拉回啊 等拉回月線 然後讓投信去保護你 對 值得 好 就是神機接下來亞信 好 那亞信的部分的話 他就不是工業電腦 但是他就是工業電腦相關的網路控制 IC跟工業物聯 那因為我們最近在講集團股 亞信的話 他有一個很棒的爸爸叫聯發科 那他就是在聯發科集團之下的 工業物聯的相關的IC 那最近他的一個狀況是 因為他有創高 然後去做拉回 然後呢 測了季線 所以他會變成是 這邊154.5 這邊就會是一個很明顯的短線的壓力區 可是呢 當他回測到季線附近 在127附近的話 就會是一個這邊值得留意的地方 那如果就亞信的狀況 因為他真的是有聯發科 在這邊照著他 那可是他真的遇到一個壓力 所以我認為亞信的操作方式的話 會是一個高速低進相形操作為宜 了解了 謝謝昆仁 請先回座了 工業電腦到底是不是AI 嚴華說我不是AI 但是客人告訴大家說 網站一看 其實這裡頭有很多 一戰式AI的解決方案 所以到底是不是 無論如何 這些主要的業務 到底是不是自己判斷 操作策略 聽我給您做參考了 等等有趣的故事跟你談談 矽晶圓的前世今生 今年在年中旬的時候 大家看法還很保守 但是最近環球晶台勝科 11月營收先上來了 股價先上來了 告訴大家有機會翻轉了嗎 休息一下 金木老師告訴您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您掌握全球最新訊息